副总统赖清德春节前出访红多拉斯 交出漂亮成绩单 驻美代表萧美琴全程陪同 也在副总统两度过境美国时 安排和桥界互动 外界看好萧美琴有望年底回台 投入县市长选战 或者是2024总统大选 跟赖清德搭档组成赖萧佩 恰巧公党立委陈以信在春节访美 也当面跟萧美琴询问她的参选意愿 不过萧美琴立刻回应 说自己离死不从 欢迎欢迎 开心碰拳头打招呼 副总统赖清德春节前出访第一站 飞敌美国洛杉矶 驻美代表萧美琴和AIT主席莫健 亲自接机以表重视 乔包的欢迎一事安排妥当 紧接着包括在洪都拉斯的国宴上 赖道和贝里斯总理的双边会谈 还有回程过境旧金山 萧美琴全程陪同 替赖心得张罗大小事 两人看似合作无间 这也让2024大选赖萧佩的呼声四起 外界也看好 萧美琴有望在今年回台 投入县市长大选 成为绿营 一支骑兵 公民党立委陈以信春节访美 和萧美琴共进完宴时被问到 是否要回台南选举 她也当面反问萧美琴 年底要回台湾选举吗 结果萧美琴笑说自己敌死不从 陈以信也亏她参不参选 到时候只怕由不得你 萧美琴确实亮眼 萧美琴的外交专业 正好是总统副总统主要负责的范围 加上萧美琴在台北跟花莲耕耘很久 跟新北出身 在台南服务的萧神相当互补 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被战2024大选 现在点价时间还早 不过萧神出访 身边始终有萧美琴的身影 赖萧佩的呼声也反映出绿营 眩眠期望 记者令社区红卫财天边报道